学生精彩的表演为活动增加更多风采 中疗巷第12届的柳成杰系列活动热闹展开 柳定开始进入采收期 今年因为气候因素 柑橘产量减少 但价格相对提高 公所希望与农会共同为在地优质产业行销打出市场 最近因为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 所以在产量比往年来讲 大概减少了三成左右 跟大家也相对的 因为农友还是相当用心的在照顾管理这些果园 所以在今年的价格上面 普遍上有在往年比较成长 尤其有一些果品比较不佳的部分 也透过农粮署以及县政务这边来协助 跟农会来协助办理这个加工品的一个收购 希望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价格销售能够稳定 先议员张永辉及唐晓芬表示 中疗香市县内的主要生产柑橘类香阵 像柳丁栽种面积就有400多公顷 为了加强行销 乡公所透过一年一度的柳橙节系列活动 展示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希望让更多人吃到中疗水果的好味道 上半年气候干燥的关系 以至于说我们今年的流程产量非常的少 那但是我们所有的农民还是以最好的品质 要来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民众 那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 那包括我们的柳丁 还有我们的佛丽萌也好 那我们的柑橘类也好 还有我们的砂糖局也好 再再都是我们在地所有农民辛苦的一个成果 延续多年的传统有农特产品展示会 展示美味的柳丁 珍珠干及农眼干 咖啡等 以及DIY手工体验等 还有在地工艺的体验 以及用点宣导有讲真打等活动 许多的贵宾共同出席参与 一起来行销又职农产品 中疗乡公所也感谢许多团体 为地方教育产业发展 建议分心 中疗乡所生产的柑橘类作物 风味极佳 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品尝购买 记者洪一伦中疗乡采访报道